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沃尔森传媒推出的怪论奇谈节目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 推背图 上一回我们讲了推背图的第五十项 外星人来到地球与人类混居耳树 并获得了不少人的崇拜 外星人渐渐控制了人类的上层 利用洗脑术来控制人类 统治人类 人类当时的民主社会 有以外星人为尊的类奴隶制社会取代 类奴隶制社会与以前的奴隶制社会不同的是 以前的奴隶制社会是发生在缺吃少穿的年代 奴隶主是靠物质来控制奴隶 而21世纪的中叶 人们物质生活极其富足了 外星人奴役人类是靠思想 也可以说是靠意识 靠意识来禁锢人类 奴隶人类 让人们不能达到一个意识层面的更高境界 因为外星人明白 这一旦人类的意识水平提升 现在宇宙的局面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受人族外星人自己也控制不了的 这个人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当你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你就总想往另一个高度去跃进 当你已经窥探到意识层面的一个更高的境界的时候 你就没有理由再停留在物质层面决定一切的世界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性 就是所谓的人往高处走 在开始讲我们推背图的故事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所谓未来人的事 这个未来人是一个2020年出生在上海的这么一个未来人 名字叫做KFK 他是在2019年的6月份在豆瓣网上出现的 说自己是来自2062年的穿越者 刚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 基本都没人理他 但是后来随着他回答了一些网友的好奇提问 回答的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被网友所接受 所以就引起了轰动了 这个KFK回答网友的所有问题 在网上都能够找得到 他说他穿越回来的这个目的 是想告诉他妈妈一些事情 在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之前 我对这个KFK还是比较相信的 认为他真是一个穿越人 但是目前这个疫情的情况 他当时却只字没有提 这个就比较奇怪了 就证明 从某种程度来证明 他可能是假的 另外 他的很多语言 现在分析来看 都是模棱两可 比较含糊其词 就算他是真正的穿越人 我觉得他也是故意的有所隐瞒 很多事都不能告诉现在的人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KFK 是因为KFK的一些观点 与我对推背图 这个五十一项的理解 是有一点相似的 那就是KFK说了 这个未来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 是越来越低 进而就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 这也是我对未来社会的一点看法 人类要想继续发展 就必须得在精神层面 有更高的追求才行 因为物质层面 可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到头了 不能再往上发展 下面我们就看 推背图这个五十一项 五十一项是灵卦 这个画上画的是一对夫妻 成亲的景象 穿的都是新郎新娘的衣服 我们看趁约 趁约 阴阳河话已正 昆顺而感 后线尧顺 这是趁约 然后是宋约 宋约是 谁云女子上钢墙 昆德居然感四方 重现中天新气象 五年一六寿而康 我们就从字面上 先解释一下 推背图五十一项的文字 这个灵卦 其实是个好卦 灵就是君子 以教师无穷 荣保民无疆 以德灵人 灵氏灵天下 必然亨通顺利 灵是个好卦 我们看看趁约 这个阴阳河 阴阳河 阴指的是女性 阳指的是男性 阴阳调和 指的是男女 婚姻顺利 话以正 就是这场婚姻 会走向一个正面 带领社会 走向一个正面 走向一个光明 我觉得话以正 是这个意思 昆顺而感 其实是母仪天下的意思 指的是皇后的威仪 感动了天下 后线尧顺 尧顺之治 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政权了 这里指中国的政权 出现了一次 尧顺之治 我们再看诗曰 谁允女子上刚强 指的是谁说女子 只要刚强就够了 然后下面就是 他的德行感动了四方 造就了一个新的 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时代 这个补年一六 寿尔康呢 只是一个年份 他说的是一个 这一治 就是这一个 这个尧顺之治 这个年份 可能是十六年 一六嘛 十六年 也可能是七年 就是一加上六嘛 这里七年 我觉得是比较靠谱一些 下面我们就根据 推背图的上下文 分析一下 这个未来的故事 上次我们说到 二零四六年 这个虎头人啊 就是兽人族啊 的外星人到访地球 兽人族啊 是比人类啊 高等的一个文明 但是啊 我觉得啊 高的不算多 与人能交流 这个如果人类啊 是一点零啊 就是一级的 一个文明来说呢 这个兽人族的文明啊 我觉得也就是一点五级啊 但是就算是这样啊 地球上那个左派啊 就是 激进派啊 对于外星文明的向往啊 是非常的疯狂啊 所以啊 就开始疯狂迷恋外星人 就引起了一个 这个迷恋外星人的思潮啊 再加上外星人呢 刚开始啊 来到地球的时候 确实啊 对人类啊 的一些技术啊 升级提供了帮助 所以啊 一个外星人为尊的时代啊 就来临了 几年以后 这个外星人呢 就开始控制了 人类的部分啊 政府首脑 开始暗中奴役人类了 让人类啊 朝着外星人 喜欢的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啊 一部分觉醒的人类啊 不甘愿啊 受到这个兽人族 外星人的控制 在中国呢 就是一项回归运动 又开始了 这就是啊 我们这一项 不是一项说的 我把它启名了 叫做新女娲运动 这个随着啊 未来世界啊 对人类起源的这个解密啊 中华儿女啊 知道自己起源于 女娲和福西士 后来这个皇帝呢 让中华民族啊 成为了地球上 独立的一只人类啊 延续了数千年 这个新女娲运动啊 就是希望 中华儿女 能够脱离 目前兽人族 外星人的控制 独立建国 于是啊 在中华大地啊 就出现了两位啊 类似于当年 女娲福西一样的领袖 他们引领了 这个新女娲时代 其中的女性啊 自称是中华儿女的领主啊 就是这个女娲 自称为领主 福西士呢 是个副领主啊 他两个虽是夫妻啊 但是二人是以女性为尊 信徒们把新女娲呀 就当作绝对偶像 这种夫妻关系呢 也与推背图上的图画对应 一男一女 随后啊 中华子孙呢 就开始对这个新女娲 产生了崇拜 在新女娲的带领下 建立了新的中华大帝国 这个国家呢 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 新女娲享受着 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国民信徒众多 以中国啊 为中心 发散开来 这个啊 新女娲建立这个中华大帝国呀 这幅然极其辽阔 这就啊 映了 五十一项 这个崔背图五十一项 诗约里头的重现中天新气象啊 就是说 以中国为尊 这么一个新的气象 这个新女娲呀 非常啊 有感召力 她呢 也建立了一个呀 自成一体的宗教体系 这个体系呢 非如非道啊 它是追寻远古的一种信仰 一种纯人性的一种信仰啊 信仰人类本身 信仰精神层面 信仰的意识与灵魂的升华 这个人们呢 信仰宇宙的起源啊 总之来说 就是非常高大上啊 在新女娲的精神指引下呀 人们呢 越来啊 越接近精神升华的一种状态 这个文明程度啊 也是空前的提升 甚至啊 超越了受人族的这个精神境界啊 精神的追求啊 让人们越来越先进了 一步一步的啊 就破解了各种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宇宙的奥妙啊 这就使得中华帝国呀 成为了引领世界啊 这么一个存在啊 这文明上引领世界 无论啊 是国家的人口啊 还是这个国家的国力啊 都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的状态 其他国家也开始渐渐的啊 觉醒啊 追随啊 这里啊 就映了这个推配图五十一项失约里的 昆德居然敢四方啊 这一句话啊 这一句 就说他影响了四面八方的人 基哥觉得呀 以上这个故事啊 只是啊 这个这个推配图这个项子 其中一个版本 一种解读啊 是其中一种解读 我觉得还有一种解读啊 我不得不提一下啊 这种解读我觉得呀 可能我个人倾向啊 它是更有道理 那就是啊 上面提到这个昆德 可以敢四方这个新女娲呀 其实啊 就是当年 这个女娲族的外星人呢 重回人间 网上一直流传这个都市传说呀 那就是这个人类啊 指的是东方人 就是女娲族的这个外星人啊 到地球以后 通过基因手段呢 制造的人造人 这个制造过程呢 也可能是啊 把智慧 也就是啊 这个意识 注入到啊 类人猿的大脑内 之后呢 就让他们自由发展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人类啊 在短短一万年之内啊 产生了巨大的成就的原因呢 之后啊 这个女娲族外星人呢 就离开了地球 但是呢 一直监控着地球的发展 经历了数千年呢 人类啊 早已经啊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起源了 啊 他们就认为啊 自己啊 就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 这个发展到2046年啊 就是兽人族 到访地球那一年啊 兽人族呢 来到地球啊 试图啊 对地球进行控制 原本人类这个主人呢 就是造人这个女娲族啊 就收到了这个消息 为了保证自己的人造人啊 不被兽人族污染啊 不被兽人族奴役 所以啊 这个女娲族的 这个外星人 又重回地球 领导地球人 与兽人族对抗 女娲族人的首领啊 变成了人的一个形态啊 变成了一个美女啊 不但是外表非常的美丽啊 动人 而且呀 非常有大智慧啊 非常有智慧 这个女娲族人啊 我认为啊 她的级别啊 要比这个兽人族人啊 就是所谓虎头人 兽人族人 她要高一些 要说兽人族啊 刚才说的是1.5级的 这个女娲族人呢 可能是2.0级的一个外星人 所以很快啊 兽人族的计划 就出现了问题 他们也意识到了 人类的新帮手啊 是非常不好惹的 以上啊 两种版本 无论是哪一个版本呢 对于啊 已经认定地球是自己 未来的这个兽人族啊 她都是不利的 兽人族啊 都是不会坐视不理 他们肯定要进行一番抗争 最终就催化了啊 这个推背图56项的终极大战 那么发生这个终极大战之前呢 还有什么事要发生呢 这个推背图呢 还交代了一些什么情况呢 我们下一期啊 就接着聊 在这个终极大战 和这个新女娲运动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 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 转发评论 我是机哥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